大家好,欢迎来到三位书屋,我是志恒,每天为您提供新内容。 叶奶奶今年81岁,过了茂蝶之年,依然精神绝朔,说起话来中气十足,走起路来脚步稳健。 记者采访发现,叶奶奶的生活很普通,她之所以获得高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她最爱吃的一种水果,一天两个,而且乐此不疲。 她就是苹果。 苹果又称为智慧果,是世界四大水果之冠。 苹果之所以又叫做智慧果,是因为在很早以前,牛顿坐在苹果树下休息时,忽然有一个苹果砸在她头上,于是就有了万有引力定律。 如果当初这个苹果砸在了志恒头上,可能早就进肚子里消化了。 苹果的口感脆甜,营养价值极为丰富,它的营养物质容易被人体吸收,所以又有活舍之称。 经常吃苹果,有助于肠胃消化,还能让我们的皮肤光滑柔嫩。 而山药,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药食两用的食材,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等营养成分,具有增强免疫力,保护肝脏等功效。 最近南方地区又迎来了到处都是湿漉漉的回南天,感觉空气都能拧出水来,衣服晾不干,浑身不得劲,晚上也难以入眠。 今天志恒就教大家用一个消食化鸡的苹果和健脾养胃的山药做一道美食。 吃完后,肯定能让中老年朋友们美美地睡上一觉。 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看看具体操作吧。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苹果、山药、食用盐、金桔、生姜、红糖。 没有红糖的朋友,拿家里的白糖替代也是可以的。 1.准备苹果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大小适中的红苹果,然后放到一个大碗中。 再倒入清水,把苹果打湿,撒上适量的食用盐。 食用盐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同时还可以利用食用盐的颗粒, 将苹果表面上的一层果蜡摩擦掉。 接着,我们再用清水清洗一遍,苹果就被洗得非常干净了。 苹果清洗干净后,我们把它放到案板上,将它对半切开。 再把这两半苹果分别对半切开,整个苹果就分成了四份。 接着,再将不可食用的苹果盒用刀切掉,然后再把苹果切成小块,尽量切得小一些。 这样在煮的时候,我们的汤水就更容易出味。 苹果切好后,放碗中备用即可。 2.准备山药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两根山药。 用削皮器把山药的皮全部去掉。 去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让山药的粘液粘到手上,否则会刺激皮肤,引起过敏的现象。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在削皮的时候,最好戴上一次性手套,或者套一个保鲜袋。 如果时间比较充裕的话,也可以在削皮之前,把带皮的山药放到水里烫煮一下,把山药的过敏源破坏掉。 这样再来削手,就不会养手了。 如果是经常喜欢吃山药的朋友,也可以到网上买专门削山药的削皮刀。 这种刀可以避免我们的手直接接触山药。 山药全部去皮之后,我们把它放入大碗中,加入没过山药的清水进行清洗。 清洗山药的时候,我们也要记得戴上一次性手套,防止山药中的粘液粘到我们的手上, 使我们的手部发痒。 山药清洗干净后,我们把它放到案板上,用刀斜切成小片,同样地装入盘中备用。 3.准备金桔、生姜 为了让养生汤的效果更好,我们再来准备两颗金桔。 清洗干净后,用刀斜切成小片,装入盘中备用。 金桔具具有理气润肺的作用,特别是咳嗽的朋友,多吃点金桔,对咳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最后再准备一块暖胃的生姜,切成薄片,同样地装入盘中备用。 这样我们的所有食材都准备好了。 4.熬煮养生汤 下面我们准备一个砂锅,往锅中倒入适量的清水,盖上盖子。 等锅中的水烧开之后,我们把刚才准备好的食材一起倒入锅中。 用勺子将它们搅拌均匀,然后转成中小火,再盖上盖子焖煮10分钟的时间。 10分钟之后,打开盖子。 这时候,我们可以加入一块红糖,或者加适量的白糖,再用勺子搅拌均匀。 同样地,还是使用中小火。 盖上盖子,焖煮10分钟的时间。 10分钟之后,我们食材里面的营养基本上已经被煮出来了,全都包含在汤水里面了。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盛出锅了。 这样一道消食健脾,礼气润肺的养生汤就做好了,味道还非常的清甜可口。 如果你也有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烦恼,不妨坐上这样一碗汤水试一试吧。 一碗喝下去,保证你能睡上一个美美的觉。 但苹果到底为什么能促进身体健康呢? 下面就让智恒来讲讲其中的原理吧。 五,多吃苹果的好处。 一,让口腔更健康。 苹果是碱性水果。 吃苹果可以促进口腔的酸碱平衡。 吃苹果可以增加口腔中唾液的产生,消除一些耐酸不耐碱的细菌。 这有助于减少口臭。 纽约市一位职业牙医说,苹果因为含有丰富的纤维,还可以起到天然角质去除牙齿污渍的作用。 这是因为苹果的纤维可以帮助去除牙斑菌,让口腔牙齿更健康。 二,保护大脑健康。 据估计,一种中等大小的水果含有高达10毫克的狐皮素。 狐皮素是一种极具抗氧化性的化合物。 根据康奈尔大学的研究,它被认为对我们的脑细胞有保护作用。 一项研究也发现,苹果汁可以降低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 这种促进大脑健康的狐皮素多在苹果表皮。 因为吃苹果最好连着皮一起吃,看来小孩子不够聪明,可以多吃苹果。 而中老年人也可以喝喝苹果汁来预防老年痴呆症。 三,苹果可以对抗肥胖症。 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苹果可以帮助对抗肥胖症。 这同样是因为苹果的高纤维含量,可以促进肠道蠕动,提高肠道微生物的活力。 因此,吃苹果可以帮助预防肥胖。 因肥胖导致的糖尿病以及一些慢性炎症相关的代谢紊乱症状。 另外,糖尿病患者也可以吃吃苹果,因其中的可能提高糖尿病人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苹果酸可以稳定血糖等,糖尿可以在两餐之间适量吃点苹果。 四,让骨骼更健康。 没错,将苹果作为饮食一部分的人,比起没有吃苹果的人,体内的钙流逝更少。 因此,多吃苹果可以提高身体骨骼密度和骨骼强度。 这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症,包括骨骼不易恶化,骨折风险降低。 女性骨折疏松的情况比较常见,多吃吃苹果可以让身体更强健。 五,对心脏也有好处。 来自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在进行一项研究后,惊喜地发现,苹果可以减少许多心脏病风险因素。 同样由于苹果的可溶性纤维含量很高,因此它可以帮助维持较低的胆固穿水平。 此外,它含有健康的黄铜类化合物,可以帮助降低血压和中风的风险。 也就是说,吃苹果切切实实对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大家可以在饭后多吃一个苹果,这样身体也会越来越好的。 好了,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和志恒相约,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一起幸福。 祝于各位中老年朋友的情感疏导,养生健康,心灵陪伴。 土豆是一种深受东西方人喜爱的食物,又称马铃薯,山药蛋,还有地下苹果和第二面包的美称。 土豆不仅仅是一道非常好的菜肴,也可以当作主食。 土豆所汉的营养十分全面,并且也异于被人体吸收。 经常吃土豆,还可以降血脂,血压,血糖。 每天吃一个土豆,胜过十个苹果。 在土豆成为主食之前,就已经很受大众欢迎了。 这是因为它丰富的营养价值,含有必须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维生素,膳食纤维和矿物质元素等。 1. 沥水消肿。 土豆所含的钾,能取代体内的钠,同时能将钠排出体外,有利于高血压和肾炎水肿患者的康复。 2. 减肥。 土豆是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中比较少见的,同时含有大量维生素矿物质的食物。 每148克土豆产生的热量仅为100卡路里。 真正的淀粉含量不到2%,只含0.1%的脂肪,能有效控制人们日常饮食中脂肪总量的摄入。 3. 补充营养。 土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及钙、钾等微量元素,且易于消化吸收,营养丰富,能供给人体大量的热能。 人只靠马铃薯和全汁牛奶就足以维持生命和健康。 在欧美国家特别是北美,土豆早就成为第二主食。 4. 核中养胃。 土豆含有大量淀粉及蛋白质、B族维生素、维生素C等,能促进肠胃的消化功能。 这样吃土豆营养翻倍。 1. 酸辣土豆丝。 这是近年来饭馆里特别流行的一道菜。 土豆切成丝好,先在水中稍微泡泡,因为土豆中淀粉以直炼淀粉为主。 先泡泡再炒,土豆丝会比较脆爽。 虾醋可以保护土豆中所含的部分维生素C。 而炒的过程中放油,又可促进土豆中抗氧化物质的吸收,调成酸辣味,还能减少食用盐用量。 2. 蒸土豆连皮吃。 土豆中的矿物质含有很多的植物纤维。 维生素C和B族维生素还有很大的糖类元素。 这些元素都是补充我们身体能量和营养元素的来源。 如果直接清洗干净的土豆进行蒸煮的话,最好保存完整,不要切开,更不要去皮。 这样营养价值会更高,也能让各种糖类和营养元素能够保留得更加完整。 3. 番茄土豆片。 这道菜可以防止高血压,因为两种原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含有丰富的钾。 甲能促进血中钠盐的排出,有降压、利尿、消肿作用。 对高血压、肾脏病有良好的辅助治疗作用。 4. 番茄炒虾仁。 虾仁肉质松软,易于消化。 含蛋白质是鱼、蛋、奶的几倍到几十倍。 和鸡蛋番茄同炒,虾仁洁白,鸡蛋嫩黄,番茄鲜红,色泽美观。 营养均衡,味道可口,还能健脾开胃。 如何挑选土豆? 1. 土豆要选没有破皮的,尽量选圆的,越圆的越好削。 2. 起皮的土豆又面又甜,适合蒸着炖着吃。 表皮光滑的土豆比较紧实、脆,适合炒土豆丝。 3. 黄肉的土豆比较粉面,白肉的比较甜。 过大的土豆可能是生长过时的,纤维会比较粗。 它比苹果还养人,八月吃它,补气养血。 桃子是我们生活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水果,享有素桃和鲜桃的美誉。 其肉质鲜美,且营养丰富,因此又被称为天下第一果。 尤其在夏季,桃子的食用很是广泛。 在夏季熟火的状况中,多吃桃子有去热解暑的功效。 桃子果肉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糖、钙、磷、铁和维生素B、维生素C、胡萝卜素、有基酸及大量的水分。 这些成分能补充人体的营养所需。 此外,桃子中含有较多的钾,而钠含量较少,因此适合水肿病人和缺铁性贫血患者食用。 且常识桃子还可以帮助人体提高自身的体质,预防一些常见的疾病发生。 夏季桃子最养人 1. 生经止渴 能够生经止渴对于经伤所导致的口干口渴、声音嘶哑的人,如果适当吃桃子,有很好的生经止渴的功效。 2. 润肠通便 桃子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促进肠道的蠕动,同时还可以吸水膨胀,使粪便软化起到润肠通便的作用。 3. 能够易气血、润肤色 对于气血不足所导致的面色苍白的人,如果适当使用桃子,通过不易气血而有滋润肤色的功效。 4. 延缓衰老 桃子还含有维生素C抗氧化剂,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消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避免自由基过氧化,起到延缓衰老,养颜美容的作用。 5. 预防贫血 桃子在众多水果中是铁元素含量较高的,因此食用桃子可促进血红蛋白的再生能力,可有效地预防缺铁性引起的贫血。 6. 活血消机 对于淤血所导致的肿块,如果适当使用桃子,有很好的消除淤血和肿块的功效。 7. 润肺脂壳 桃子还有着肺脂果的称号,能够抑制咳嗽中枢起到止咳的作用。 尤为适宜咳嗽、肺病等患者食用,可止咳平喘。 不同桃子功效大不相同。 1. 茅桃 茅桃中的铁元素含量是水果戒之手,对于人体造血补血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油桃 油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而且还含有人体所必须的氨基酸类、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 营养十分丰富。 3. 水蜜桃 在水蜜桃刚成熟时,是又硬又脆的,而熟透的水蜜桃则软而多汁。 尤其是对老年朋友和牙齿不好的人来说,是一种难得的下令水果。 4. 潘桃 潘桃有补益气血、养阴生精的功效,尤为适宜那些大病出狱以及气血两窥的人食用。 5. 黄桃 常识黄桃有助于去除黑斑、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力,同时还有促进食欲的功效,尤其是对女性朋友十分有益。 哪些人是不宜吃桃子? 1. 糖尿病患者 桃子含糖量高,每百克糖含糖七克。 糖尿病患者如果不加节制、过量进食,就会引起血糖和尿糖迅速上升,加重病情。 2. 肠胃功能弱者 桃子中含有大量的大分子物质, 吃了会增加肠胃负担,造成肤痛、肤泻,所以不宜食用。 3. 婴幼儿及孕妇 婴幼儿未尝功能差,无法消化桃子中大量的大分子物质,很容易造成过敏反应。 孕妇食桃过量可生热,引起流产、出血等。 4. 易过敏人群 有人吃桃会出现过敏,刚开始症状较轻,如嘴角发红、脱皮、搔痒,这时应停止食用,将脸、手洗净。 如果症状比较严重,应该立即去医院诊治。 清洗桃子小妙招 1. 桃子表面撒一点食用盐,轻轻揉搓,再用清水一冲就干净了。 2. 在清水中放入食用盐,将桃子浸泡四分钟,搅动,桃毛就会自动脱落。 3. 桃子不要沾水,用干净的刷子在桃子表面刷一遍,再放入盐水中清洗。 4. 适量的清水放入少量的食用盐搅拌,放入桃子浸泡三到四分钟,取出,用清水洗净即可。 5. 最后医生提醒,吃完桃子后不能喝酒,不能吃海鲜和甲鱼,否则身体会不适。 5. 好了,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5. 建议大家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6.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和志恒相约,每天不见不散。 6. 我们一起成长,一起幸福。 6. 补与各位中老年朋友的情感疏导,养生健康,心灵陪伴。 7. 相信大家对高血脂并不陌生。 7. 高血脂是三高中之一,跟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有着很大关系。 7. 暴饮暴食,大吃大喝会导致血液的脂肪含量升高。 8. 诱发体内肝油三脂,胆固醇上升,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8. 但并非大鱼大肉是导致高血脂,吃素,营养不均衡,还有不太运动等方式能导致血脂异常。 9. 根据新闻报道,李阿姨是一名月嫂,今年43岁,广东潮善人,除了患有高血脂,身体还算不错。 从事月嫂这个职位,也是看着月嫂市场火热,自己小孩大了,作为家庭主妇的她,干起了月嫂的职位。 9. 干了几年,住孕妇家里,广东坐月子,每天天天鸡汤,宝妈吃不下。 9. 李阿姨节俭习惯,舍不得倒掉,自己就多吃点,却是让李阿姨出了问题。 9. 今年中旬,李阿姨发现总是头晕,甚至有时候抱着小孩有种眩晕的感觉,胳膊一直麻木。 9. 李阿姨感觉不对劲,本想休息的时候去检查,没想到在厨房的时候,忽然感到天旋地转,晕倒在地上,幸好被及时发现,送去医院,检查出是突发脑梗,医生了解情况。 9. 李阿姨本身就有高血脂,日常需要控制好饮食,喝太多鸡汤,过于油腻。 10. 长期摄入油脂,高脂肪的鸡汤,让血脂突然飙升,导致突发脑梗。 9. 高血脂的加速器找到并非馒头,一升值盐,二百尽量少吃。 9. 很多人以为高血脂煮食馒头过多不好,也有一定道理。 9. 馒头属于碳水化合物构成的,是补充人体能量的主食。 9. 但如果是患上高血脂,是因为是吃馒头太多的说法,是过于片面。 9. 高血脂患者日常在吃馒头,控制量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所以高血脂的加速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非是馒头,而是两种白色食物。 9. 医生之言,二百尽量少吃,对高血脂有帮助。 1. 白酒。 白酒含有的酒精,会让血管受到刺激,有发体内甘油三支。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的升高,动脉周样硬化的风险也会升高。 对于高血脂患者而言,日常应该戒掉酒。 2. 肥肉。 肥肉属于高脂肪食物,其含有的饱和脂肪含量较高。 高血脂日常饮食若经常食用肥肉高血脂之类的食物,会加速血脂升高的速度,不利于血脂水平的稳定。 因此,少吃肥肉,动物内脏等高脂肪食物。 吃一口等于吃六斤苹果。 内科主人之言,若你常吃,血管一通到底。 对于血脂偏高的人,日常要多注意水分的摄入,还可以多补充口服液,能够降低人体甘油三支,胆固醇。 采用七种营养丰富水果,搭配鸡蛋液、枸杞、白果、核桃等发酵制成的口服液。 由张仲景的醋蛋液改良而成,让果酸代替醋。 小分子更容易吸收,富含的多钛、氨基酸、维生素,能够补充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并且促进血管代谢,延缓血管的老化。 早晚空腹饮用口服液,能够稳定血脂,预防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预防心血管疾病的食物呢? 1. 富含液酸的食物 如果一个人的饮食上缺乏液酸及维生素,就会导致身体内半光氨酸的含量升高,而半光氨酸浓度升高,会直接伤害血管内皮细胞。 如果得不到控制,还会进一步造成周样硬化斑块形成。 可见在饮食上,多吃一些含有液酸的食物,可以帮助降低关心病以及中风的概率。 想要补充液酸,食物有很多种,可以选择菠菜、苹果以及莴笋等等。 2. 含氢氨酸的食物 氢氨酸是身体必须的一种物质。 这种物质可以帮助达到补肾甜精的效果。 在调节血管张力,控制血小板凝聚的方面,有着很大的效果。 也可以借此减少对血管造成的伤害。 日常生活中,可以达到这样效果的食物,包括泥丘、芝麻以及山药跟银杏等等。 3. 绿色蔬菜跟水果 蔬菜水果可以帮助促进心肌代谢,因此也就可以达到改善心肌功能以及血液循环的效果。 可以促进胆固醇的排泄,在防止高血压的出现,控制血压波动方面有着很好的效果。 4. 鱼类 在鱼肉当中含有很多优质的蛋白质,还含有包括甲硫氨酸、赖氨酸、黄牛氨酸等多种物质在内的氨基酸。 不仅可以帮助让血管更加有弹性,还可以帮助将钠盐排出身体外,保持内环境平衡。 此外,在鱼肉当中,还含有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等物质。 这些都是可以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并减少脂肪沉淀的物质。 因此多吃这些食物,在预防筋脑血管疾病方面有着很大的效果。 5. 降脂食物 高血脂会引起心血管疾病。 多吃一些降脂食物,可以直接减少心肌梗死以及中风的概率,也可以帮助防止血栓形成。 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可以选择的食物包括大蒜、洋葱以及香菇、草莓、菠萝等等。 此外,在番茄、葡萄以及橘子当中,也含有很多的抗凝物质。 对于血脂凝结方面,可以做到预防的效果。 然而在生活中,还有一些网传可以降血脂,但其实没有多大作用的食物。 1. 红酒 法国人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比较低,再加上法国人喜欢喝红酒,因此一些人将其归功到了红酒上。 但是,经过详细的研究发现,法国人之所以心血管疾病患病率低,跟地中海饮食习惯有着关系。 因此,想要预防心血管疾病,不建议通过喝红酒来达到。 2. 果汁 我们都知道,水果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 有些人不喜欢吃水果,将榨汁和果汁。 但水果之所以可以降低血脂,是因为其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缓解糖分被身体吸收的速度。 一旦果汁丢弃了纤维素,就会加大糖分吸收的速度,反而会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 最后,医生提醒,高血脂日常食疗加运动,是对稳定血脂最有帮助的方式。 日常有氧运动不仅能提高高血脂患者的体质,更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加快体内脂肪的消耗。 建议中老年朋友每周至少有15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又或是75分钟以上的高强度运动,如打球,快步走,骑行,慢跑,波比跳,以及游泳等等。 不过运动一定要采取循序渐渐渐原则,不能突然增加运动量,同时每周搭配二到三次力量训练,如仰卧起坐,俯卧撑等,可增加脂肪燃烧速度。 大家可以选择合适自己的运动方式,即激烈运动。 我们常说,氧气是生命之本,是人体的一个免疫力体质。 如果氧气越充足,人体就越强壮。 氧气不足,人就会生病。 所以氧气生发起来,人就有很好的身体保护能力。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体检中心主任陈瑞芳曾说, 氧气决定长生,当人体有不适的时候,体内就好比是阴冷潮湿的天气。 但太阳一出来,这种环境就不利于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了。 从春天开始储备和养护氧气,是一年的健康之本。 而养氧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吃姜。 您可别小瞧了这几片姜。 著名国医大师陆志正就是生姜养生的受益者。 有着90岁的年龄,40岁的心脏。 陆老每天进餐的时候都会吃两三片生姜,已坚持吃了40多年。 每年陆老都会体检,检查结果都是一样。 所有数值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所有的结果都是胃健明显异常。 血管弹性跟四五十岁的健康男性一样。 除了自用,陆老开芳也经常用姜作为药引。 两种姜疗吃出人参的功效。 吃姜说出来简单,但是一块姜买回来, 烧个菜切了两三片,剩下的不是烂呢? 就是干了,用掉的没有扔掉的多,特别浪费。 等下次要用的时候又要重新买。 关键是有时候你要着急着用,时间不对,还没地方去买。 今天要和各位说的是两种可以汲取汲吃的做法。 如果在春天适量正确吃姜,养生保健效果比人生还好。 1.醋泡姜 生姜中所含的姜油酮,姜细分等物质具有抗凝血功能。 平时吃一些生姜末或姜粉,血液会保持良好状态,不易出现血栓。 用醋泡过的生姜,借助醋的收敛效果, 把生姜的发散和温暖作用发挥到极致。 提高人体体温的同时,让体内湿寒消失。 醋泡生姜是生姜里的一部分,融入到醋中, 能促进血液循环并降低血液中脂肪的含量。 有降血脂的功效,有高血压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可以食用。 醋泡生姜又名还魂汤,具有养胃、减肥、防脱发、防止慢性病, 提升人体阳气的功效。 国医大师陆志正每天必吃的就是醋泡浆。 醋泡浆材料,生姜、米醋、陈醋也可以,适量密封容器。 做法 1.生姜洗净晾干水分,切片,不要切得太厚,太厚了后期的浸泡不容易入味。 2.不用去皮,尽量切得均匀。 2.把切好的姜放进瓶子里,随后把米醋倒入瓶里。 注意,这个瓶子一定要洗干净。 瓶子里面不能有油,以免生姜变质。 米醋一定要没过姜片,不能让姜片露出来。 3.放入冰箱冷藏室,一周后即可食用。 用法 每天三片,七点到九点未经当令,此时吃姜更有助于生发胃气,促进消化。 一般情况下,不建议中午或晚上吃,尤其是晚上。 因此方为长期使用,量不一大。 功效 1.防脱发,抗衰老。 中医认为,生姜性温热,能起到温暖。 发汗,植藕等作用。 生姜中所含的物质,还能对付养自由基,抗衰老。 对于脱发人士来说,生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减少脱发。 2.扩张血管。 生姜可以清洁,扩张血管,改善血液循环,能提高免疫力,降低胆固醇,增强消化吸收。 醋还有扩张血管的功效,有效减少新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发病风险。 二者强强结合,可以说是给血管上了双重保险。 3.缓解关节炎。 姜黄中的姜黄素属于多分类物质,具有抗发炎、抗氧化等作用。 能有效消除关节炎症,抑制关节炎并发。 4.发汗解热。 醋泡浆能促进血液循环,振奋胃功能,达到健胃、止痛、发汗、解热的作用。 5.排毒养盐。 醋泡生姜中的醋可以增强肠胃道的杀菌能力,使肝脏和肾脏的功能得以增强,促使体内毒素的排出,从而达到保养肌肤的效果。 6.缓解手脚冰凉,生姜性热,是补阳气的最好食材。 一般人吃上两个月就会大大提高人的阳气,身体就开始暖起来,手脚就不再冰凉了。 7.有助长寿。 姜中含有姜辣素,有健胃作用,能促进胆质分泌,有助于消化。 先生孔子有句话,不撤姜石。 孔子活了73岁,在那个年代绝对是长寿了,这与他不撤姜石的饮食习惯分不开。 2.姜打粉。 醋泡姜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只能吃,不能用。 相对而言,姜粉的用途就广泛多了,既能泡水喝,又能泡脚,泡澡。 在超市或者其他渠道,经常能看到姜粉的踪影。 但是姜粉的原材料是否放心就不可考了。 不排除有私家小作坊,低价收购劣质,变质的生姜做原料,用来加工成姜粉。 据北京商报报道,某品牌姜粉因二氧化硫残流量超标被点名。 二氧化硫被人体摄入过多,会在体内大量蓄积,损害胃肠,肝脏等器官,并会出现呼吸困难,腹泻,呕吐等症状。 通常买一斤姜粉要一百元左右,自己做起来就划算多了,三十块钱就能做出一斤。 零添加的姜粉,在家就能自制哦。 自制姜粉做法 一、把买来的姜洗净,洗完的姜控干水分,待用。 把姜片切薄片,尽量切均匀。 二、切好的姜片均匀码在透气的工具上,放在阳台上撒。 如果是北方有暖气,晚上可以直接放在暖气管上。 放在暖气上的姜片,一夜就变干了很多。 如果是南方家庭,可以用烤箱烘干。 三、第二天可以接着晒姜片,第三天就可以做姜粉了,用料理机打碎。 打碎的姜粉进行过筛。 四、过筛的姜粉再晾一会儿,晾好的姜粉装在干净的玻璃瓶里保存。 用法 姜粉可以泡水、泡脚、泡澡,比如在全麦食品。 蔬菜撒上姜粉时用,粥里也可以撒姜粉,和蜂蜜、红糖合着泡水。 还可以外敷,比如,用姜粉和面粉一比一调成糊状,摊在宣纸上,然后敷在发凉的关节上。 10到15分钟,致寒湿。 功效 一、改善睡眠 生姜粉泡脚能够很好地刺激足底穴位,增强各系统的新陈代谢,从而使人体放松,缓解疲劳,改善睡眠质量。 2、驱寒缓解感冒 将两勺生姜粉加入热水中,给感冒病人泡脚。 生姜粉能够有效地防止症状进一步发展,阻止感冒。 即使没有感冒的人,生姜粉泡脚也能够起到驱寒的作用,帮助预防感冒。 如果不小心受风着凉,这时候放入适当的姜粉与热水中,舒舒服服地泡个澡。 洗完后会发现从没有过的轻松,感冒也会迅速好转。 3、清除老年斑 姜粉中所含的姜辣素和二本鸡根碗类化合物的结构均有很强的抗氧化和清除自由基作用。 中老年人常吃生姜粉,可除老年斑。 4、防晕车 生姜粉可缓解运动病之头痛、眩晕、恶心、呕吐等症状,且药效可以维持四个小时以上。 5、减肥 甘肃省卫生寄生委主任,甘肃宁县人刘维中曾发文,他每天喝水倒两勺姜粉。 大概半个月,从79公斤降到67公斤,瘦了24斤,减肥效果非常好。 其实原理也很简单,长食姜粉能够增强脾胃功能,有助于肠道蠕动,从而让肠胃更好吸收食物中的营养,使人慢慢开始变得健康苗条有魅力。 6、抗癌 无论男女,55岁后大多都会有身体疲劳和体温偏低的倾向。 有研究显示,体温越低,癌细胞越活跃,而每天用姜粉能有效促进身体清晨代谢,提高体温,从而实现抗癌的功效。 最后医生提醒,姜粉虽然方便保存,也很便携,但是因为无添加,一次不用做太多,免得放久了不新鲜。 醋泡姜和姜粉可以分开用,也可以合着用,但如果是吃,要注意每天不能超过10克的总量,否则容易上火。 也可以早上吃三片醋泡生姜,晚上用两勺姜粉泡饺,如果泡澡可以根据水量多放一些。 没想到生活中普通的生姜,竟然对身体有这么多好处。 人到老年 有的人还是人到中年,头发就会不同程度地变白。 头发由黑变白,一般是毛发的色素细胞功能衰退。 头上的白发让中老年朋友倍感困扰,就连很多年轻人也有一些白发。 到底该怎么让白发变黑,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问题。 医生说,其实只要日常护理得当,很多人还是可以推迟白发长出时间的。 做到四药,白发慢来。 一,要远离焦虑。 如果天天忧愁,烦恼,焦虑,则可能引起脱发白发,抑郁焦虑的时间越长,脱发白发就会加速。 不管如何忙碌,都建议大家保持适当的运动量以及愉快的心情。 每天进行深呼吸,散步等,减轻精神疲劳的同时,也会减少脱发, 让头发乌黑,富有光彩,充满生命力。 二,要科学洗头梳头。 除夏季外,其他季节洗发不要过频,每周洗发最好两次,不超过三次。 洗发时,水温不需要太过高,与体温接近即可。 不要用脱脂性强或者碱性洗发剂。 这类洗发剂,亦使头发干燥,头皮坏死。 中医认为,人身体中的经络或者直接会局至头部,或间接作用于头部。 在人的头顶,集中了人体内四十多个穴位和经脉。 经常梳头,可以刺激这些穴位和经脉,从而起到疏通气穴的作用,使头发得到乳氧,进而改善白发。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梳头的方法很重要。 正确的方法。 一,力度要适中。 让头皮感觉到温热为宜,若过度用力,会伤及头皮,若过轻,则起不到刺激穴位和经脉的作用。 二,梳头要选对时间,最好是早、中、晚,各花十分钟梳头。 三,讲究顺序,应该从前到后,再从左到右。 四,不宜用塑料梳子,最好选择桃木梳子或者牛角梳子。 五,不要草草梳几下了事,而应有条不稳的梳,梳头时要触及头皮。 六,头发湿的时候不要梳头,应先吹干头发再进行梳理。 三,要睡眠充足。 足够的睡眠可以促使中老年人的头发和头皮进行正常的新陈代谢。 晚上是新陈代谢的最佳时期,特别是晚上11点到凌晨2点之间。 如果在这段时间能安然入睡,获取足够的睡眠,能使毛发正常新陈代谢。 四,要避免损害。 染发烫发以及吹风等,对毛发都会造成损伤。 吹风机吹出来的温度很高,会导致毛发组织的损伤。 日常生活中,最好不要使用吹风机吹干头发。 建议染发烫发要间隔三到六个月。 但是,随着中老年人年龄和身体机能的逐渐衰老,白头发还是长出来了,怎么办? 为了美观,很多老年人都会选择将白头发染黑。 不过不少需要染发的中老年人都有类似的担心。 染发剂究竟安全吗? 化学染发剂常接触会致癌吗? 对此,越来越多的人更愿意选择天然植物染发剂。 为了在乌黑的头发和健康安全之间找到平衡,中药染发剂开始受到大众的追捧。 化学染发剂过敏比致癌问题更大。 定期染发会诱发癌症和血液病吗? 答案是否定的。 目前市面上所受化学染发产品多数含有对本二氨,这是起到染发着色作用的主要物质, 同时也被诟病为可能存在致癌隐患。 对本二氨是一种国际公认的致癌物质。 而医学证明,染发剂中的对本二氨含量只要不超过6%,就不会威胁人体健康。 目前也尚无证据表明,19岁的理发师罹患淋巴癌,沙轩罹患白血病均由于长期接触化学剂所致。 其他很多理发师虽长期接触化学染发剂,但也未患肿瘤和血液病。 且医学界对长期使用对本二氨类染发剂后是否会致癌尚无确切证据。 因此,化学染发剂致癌没有科学依据。 其实,化学染发剂中的对本二氨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引起头皮过敏。 预防染发引起的头皮过敏才是最重要的工作。 可在染发前将少量染发剂涂抹在耳后,48小时内不要洗掉。 若没有任何红、痒、热、痛等过敏反应,便可放心使用。 中老年染黑发可选中药染发剂。 市面上常用的中药染发剂都含有黑芝麻, 风干后的西瓜皮和手屋、鸡蛋青等天然物料。 用食醋和植物油调配而成的染膏。 中药染发的原理是,通过食醋将中草药的植物色素萃取出来, 利用鸡蛋青的附着力将色素覆盖在头发上。 在染发的同时,有保养发丝的作用。 与化学染发剂相比,中药染发剂的染发效果和持久时间差很多, 但对白发染黑发的效果更好,受到广大中老年人的欢迎。 下面教您如何自制染黑发的中药染发剂。 核手屋20克,白芝20克,青袋30克,薄荷10克。 放入锅中加200毫升水铜煮。 无火煮开后,再用纹火煮20分钟左右。 之后用纱布滤去药渣,留下浓汁。 将浓汁均匀涂抹在头发上。 用热毛巾包裹15分钟后洗净。 联用三天后,可见黑发效果。 医生提醒,染发中出现过敏反应,务必停止。 健康染发小贴士。 一、如何选择染发产品。 安全性相对较高的染发剂应有卫妆特资号, 且对配方中的对本二胺进行标注。 对紧紧标注、香化鞋字或者其他必号的染发剂则需要警惕。 二、烫发后尽量不要直接染发。 烫发的药水中也含有一定的过氧化物。 若直接进行染发,虽然效果可能更好, 但对头发的伤害也是随之提高。 在烫发后需要及时护理发丝, 两个月内尽量不要烫发。 待发丝恢复健康状态,再进行染洗。 三、三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 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 这种成分对头发的毛铃片有伤害, 受损的毛铃片会变得脆弱异断。 如果在三个月内发生染发, 已经受损的毛铃片会在还没有恢复的状态下再次受到伤害。 时间一长,毛发的健康状况令人堪忧。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周祺志表示, 通过食疗可以让白发来得迟些, 也可以适当改善白发状况。 日常饮食可以多吃富含铁、铜、骨等元素的食物。 因为这些成分能够刺激毛球中的黑色素细胞、 氨酸酶的活性, 增强毛发中的黑色素细胞合成能力, 能够有效延缓黑发变白的速度。 也可以多吃海带、木耳、豆制品、菠菜等食物, 补充钙元素。 还可以多吃些黑芝麻、黑木耳、核桃、红枣、枸杞、花生等食物, 达到养发目的,增强发质健康。 好了,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一起幸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